餐厅点餐叫服务生!来的竟是综艺大介蓝心梅! 蓝心梅亲切帮客连点餐,一点价式都没有,图翻射亚美江! 阿密真当里有点书!20101803.26 蓝心梅首山不止有节目与人我最大,同时也是身兼多家餐厅的老板娘,身价近15亿元,1991年创办餐厅品牌KaiKi主打川味料理和泰式家常菜,与舒淇、陶晶莹等姊妹陶共同投资,到目前供七家店,每月的营业额约在3000万元上下, 年收妥一元! 蓝心梅虽贵为一极头家娘,到了店里,发现员工忙不过来,还是会亲力亲卫 由网友到了KaiKi松烟店用餐,想点餐叫服务生时,发现坐下的竟然是蓝心梅! 让网友看了直呼羡慕,我也想巧遇老板娘呀,好幸运,超棒的,应该会下傻,接住说来什么餐都好! 其实蓝心梅教员工也很有一套,餐厅教育训练的轴心是极所不欲,勿施于人,她和员工说,你们在外用餐想被怎么对待,就要怎么对待客人! KaiKi目前有200多位员工,都能符合她的理念,她觉得很有福气!